想成为世界第一的射手就一定要Flo 这是人通过自身的最佳体验 而获得到一种精神沉浸状态 在那一刻人会忘记自我体验到快乐 说的直白点 有时候人会沉迷专注于某事 甚至连时间都会忘记 享受这种行为 而且大脑一直处于兴奋状态 这就是Flo 比如将记得起始 兼职收音员 或者在编程登山演奏乐器 或者从事艺术活动时 也会有这种沉浸状态 Flo与所作知识的规模大小无关 它会发生在每个人的意识中 这种心理状态在体育界 尤其对足球运动员来说毫无例外 在蓝色监狱的所有人 应该都经历过 为了某一球亲近所有的瞬间 阿杰觉得这种描述死曾相识 不过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专业名词 如果说那时候那一球 那种沉浸感全都是源于Flo 他可以肯定 下一次进化的线索就在这里 会心强调 想进入这种状态 最重要的是挑战性的专注力 换句话说 就是要选择一个 对自己来说难度适中的目标 会先给大家看了 挑战与能力之境的平衡关系 自身能力较高 而挑战难度较低时 人感受不到其中的乐趣 就会觉得无聊 翻过来 挑战的目标比自身能力高太多时 人会就成功产生怀疑 失去专注力 从而陷入不安 总而言之 处在无聊和不安的状态时 人就无法获得快乐 所以才需要挑战性的专注力 对自己的能力有清晰的认识 能够控制它 挑战明确且符合自身能力的目标 这样人就可以沉浸在弗洛的状态中 那一刻 人就能展现出全新的面貌 让自己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也就是说 他人眼里看似奇迹般的表现 其实是各种弗洛催生出的结果 但这并非一事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人很难做到投入 那种充斥着信息与娱乐的日常生活 就是用来掩饰无聊和不安的无间地狱 用一部手机 就能轻松获得被动的沉浸感 玩手机的时候 的确能让人忘记时间和自我 但那并不是自发产生的 只属于自己的沉浸感 毁星才不会把那种被动产生的东西称之为自我 紧求时的快感 掌握新武器时的那种激动与喜悦 都是专属于自己的 体会过这种感觉的人都懂 那才是真正的自我 只有从无谓的沉浸中挣脱出来 沉浸在足球中的人才能留下来 蓝色监狱 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毁星一直续续叨叨 对此阿杰感同身手 他的确是不断沉浸于自己的可能性中 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提升 才走到了今天 毁星灵魂发问 靠一点点的成功积累到今天 在不断探究自己感知世界的过程中 认识到自身的不足 对于这样的敌门来说 战胜U20日本国家队的目标 究竟是无聊 还是令人不安的呢 毁星强调 以U20国家队决战的那天 只有站在场上的11位队员 都进入扶楼的状态 通往胜利的大门才会打开 阿杰确信这时能让自己产生沉浸感的挑战 现在就已经爽到了 他要在那个大舞台上实现自己的佛楼 找到目前自己可以沉浸其中 而且只属于自己一个人的进球方式 毁星用鸡鞋给会议做总结 这场终极集训结束的时候 就是蓝色监狱颠覆日本足球 成为新一代利己主义集团的开始 全世界都在等着看你的进球 蓝色监狱这边动员结束 大家都紧急训练 而U20这边又开始整活了 队长艾空等候米什雅多时 只是想跟他说两句话 米什雅让他长话短说 我们的王牌闪汤 和你带来的暴力跟屁虫还在闹别扭 他们俩实在合不来 米什雅无语 那光我啥事 既然如此 那就把那个垃圾王牌 提出大名单不就好了 艾空顿了一下 满条思理的解释 对你来说火区是垃圾 但闪汤可是我们的王牌 所以几乎所有队员都表态 如果闪汤被提出去 那他们就不参加比赛了 这样下去 退出的人越来越多 最终就会变成弃权 就算这样 你还是要坚持极箭吗 天才 米什雅不爽 你是在威胁我吗 艾空嘴上数日不敢 但他的态度 根本看不出来哪不敢了 没有人希望取消比赛 你被当做这场比赛的兰克噱头 我不过是在替你着想而已 米什雅反问 那你想怎样 在不用世道的前提下 让幼儿是国家队赢得比赛 既然是天才 这点小事不在话下吧 米什雅直接问 这是全队的意思 还是日本足球联盟大人们出的主意 艾空说 99%都是自己的主意 他就是想知道 米什雅会给现在的幼儿是国家队带来什么 另外1%是作为队长的职责 至于其他 他也不喜欢那群拜金主义的大人 米什雅明白了 他觉得这个我行我素的队长似乎有点意思 他接受了他们的挑战 艾空友好的伸出手 哎呀 多谢 没知道 你也有可爱的一面吗 米什雅没有动 只是冷淡的说 别误会 是我在考验幼儿是国家队 要是你们跟不上 我就退出比赛 艾空也不多说 好累 明白 西听尊便天才 专言就来到了决赛当天 距离蓝色监狱和幼儿是的比赛 还有15分钟 大家换上新装备准备热身 阿杰觉得自己出乎意料的冷静 只有疯了 一如既往的乐观且可爱 他扯着新衣服问阿杰 自己穿的合不合身 阿杰也扯着衣服左看右看 说起来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 穿蓝色监狱以外的比赛服 这下终于有比赛的实感了 浅且感叹 居然能跟幼儿时交手 我们还真是搞出了点名单呢 直到是冷静 他表示 今天不会是蓝色监狱的终点 而是起点 在这时 彗星一边整理西服 一边走了过来 最后一刻 他都还在烦恼 好在终于决定好替补名单了 有三个人换名额 所有人都要保持好自己的状态 以便能随时上场比赛 不能懈怠 上场前 当然不能少了打记写环节 为了能赢得这场比赛 你们用两周的时间 成功组建了一支球队 这不就是最棒的舞台吗 世界还对你们一无所知 用这90分钟改变命运吧 今天 让世界铭记你们的自我 听到这番话 大家都燃起来了 好 走吧 决战开始 蓝色监狱队的人 来到进场通道的时候 幼儿时日本国家队的11节 已经到齐了 该说不说 这些人身上都有说不出的潮流 就看着发型 就知道不一般 但大家的关注点 都在米什亚身上 能和这种极配的选手对战 想不然都难 米什林满脸怒火的看着米什亚 但是米什亚压根没感觉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大家其实都不错 都很淡定 我要玩相当子来 收问旁边的人 哎你是门将 好巧啊 我也是 我这是第一次当门将的 这给别人整无语了 你谁呀 我们很熟吗 艾公主动跟阿杰大话 那个叫世道的 是你们的前队友吧 抱歉他今天没机会上场了 这场比赛 你们休想进一个球 艾公挑战了一通 听阿杰一脸懵逼 但他深刻明白 如果输掉 自己的足球生涯就结束了 正是因为一次又一次 绝地风生 自己才走到现在这个舞台 接下来全力以赴 刚进场 阿杰就被这大场面震惊了 砍台上挤满了人 露骨喧天 热闹非凡 大家扯开嗓子 为喧什么呐喊 其中有不少 是为米什亚助威的声音 现场转播员和足球结束员 也非常激动 就像他们也一起踢球一样 这一场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毕竟明星选手 米什亚会出场啊 全世界都在关注呢 转播员为大家 简单介绍了 两只球就在阵型 晚中期待的米什亚 果然是在前锋身后的位置 很快就会开出第一个球了 阿杰环过此之后 这是火针架石的大舞台 自己真的来到了一个 了不得的地方 这是来蓝色监狱之前 根本无法想象的场景 在这么多观众面前 自己能走多远呢 不对不对 阿杰握紧拳头 现在不能分身 周围什么样子都无所谓 不要把注意力都 集中在自己身上 沉浸到这场比赛中 看他表情严肃 似乎是有点太紧张了 米什亚拍了一下他的后背 把他吓了一跳 没志气啊你 你在害怕什么笨蛋 阿杰忍不住咧开嘴角 哼 我这是激动 好吧 你不紧张 我看他都开始紧张了 选手就位 看他身的心里 紧张地抱着了平板 不正常的是适当 他竟然面带微笑 安安静静地看着场上 上不上场都无所谓 还是说他知道自己 肯定有出场机会 米什亚叫住后面的阿杰 我们上吧 其阿杰自信地应了一声 一步步艰难地走到这个舞台 自然不能浪费这个机会 我一定要用自己的进球 改变世界 比赛开始 那么蓝色监狱选拔队 和幼儿时日本国家队 究竟哪支队伍更强悍呢